才刚走下计程车绿衣男急匆匆 准备进站赶火车 没想到温长却紧追在后 指着对方就是一顿破口大骂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 吵个不停就连玻璃师大人 也获报到场 虽然地点就在新北市应该火车站前 原来当时乘客不满温长从桃园来跨区 载客却没有按照新北市的跳表方式收费 双方这才起了口角 其跳价多了五块钱让乘客相当不满 尽管温长当下也表明只要收一百元 但对方口气还是很差 也让温长气得追下车要和他理论 没想到过程中却因为大骂乘客不雅字眼 哀告公然侮辱判赔六千元 其实每个县市计程车收费规则都不太一样 以桃园市来说 起跳价九十元 北北基则是八十五元 温长若是跨区载客都得小心翼翼 否则一不小心就得吃上罚还 这回问讲因为没有遭检举不必吃上罚单 但为了仅仅五块钱车资和乘客互骂闹上法庭 这下挨罚六千元罚金实在划不来 一车在手就能四处爬爬罩 载客做生意 计程车司机看似入门门槛低 但是琳琅买莫提库 全都得背道滚刮烂熟 像是闻山运动中心位在哪一个路段 或是联合医院阳明院区在哪里 全都不能被难倒 会这么难考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考题分为地理环境 以及交通法律两种科目 各50题一题两分 每科成绩超过70才算及格 除了考题交钻报考名额也有限制 以新北市为例 2024年共有20场测验 一场只有80个名额 如果考试不及格 就得再次报名 一来一往 费时又费力 想要拿高分就得下功夫苦练考古题 也有人选择参加补习班 招呼问长背后的心酸血泪 不言而喻 三内新闻过源孙杨欣怡台北采访报道